刚才听到的福音 下面也有一篇非常重要的一篇 因为里面记载着耶稣 亲自在他的口中 提示了给我们听 关于天主圣三 因为他讲出了 谁爱我必须守我的话 而我父也必爱他 而且他要讲到 我可以在哪里作我们的住所 我们 用一个众数 而且不要忘记 他继续讲下去就是 还要派那个护卫者 因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派遣的圣神 他要教训你们一切 使我们想起耶稣祖和我们说的话 天主三位 一体 既然耶稣基督启示 但是当时的话 是启示了给一帮这么小撮的门徒 难怪他们的门徒 他们问主 为什么你只是将自己显示给他们 而不显示给全世界呢 我们经常都要想 如果真是耶稣出现在 世界的太空之中 所有人都望见的话 你说多少人会贵意 多少人会明白到天主是神 神 天主是三位一体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所解释的 就是说 就算他出现在这个宇宙之中 有没有人来看 有没有人来听 有没有人去跟随 去信 未必的 每一个人 有着他的天主 知道哪一个人 一早已经知道 他在万世之前 已经知道 我们究竟 跟不跟随他 为什么我们 这么深硬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明知道有这样的 一个神 但是都不追随 不肯信呢 第一篇的读经 《中途大事录》里面 讲出了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 他们很容易 去来崇拜一个神 尤其是 尤其是 他们的两位的宗徒 劝指着那些人 不要将自己 当为神 不要当为神 即是 即是 的意思 就算施行很多的奇迹 施行有很多的 我们所做出来的事 不要当自己 为万物的中心 不要当自己 是一个神 所以我希望我们 无论我们 在自己的家里 在自己的家里之中 你们做爸爸的 做妈妈的 不要当自己 好像在家里面 一个神 即是说 各种东西 都是要 你是中心 各种东西 是要你的 心硬 又或者 在你的公司 又或者 你们在社会 或者 你们在教会 或者 在堂区 不要当自己 为神 我们不是 神只有一位 而我们 很容易的 是 一会儿 我们又有 别人来代替我们 不要经常 当自己 没有了我们 这个世界 是不会转的 不是的 如果我今天 不是起来 第二天 又有另外一个 上来这里 一个传一个 一代传一代 所以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 在答唱永利 所说 上主 光荣不要归于我们 而自然是归于 他的性命 各位主来的兄弟 姐妹 一定要看得到 我们现在 在做的事 每一天里面 无论在哪里 无论是家庭 无论是教会 无论是工作 我们所做的事 是在做天主的事业 如果 不要当自己 也都做这个事业里面的话 是唯一的工具 不是的 没有了我们 明天又有 第二个替我们 做得比我们更加好 这个才能够 明认得到天主 是三为一体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永远是心硬 因为我们的心 经常都自己 为中心 当自己 不知不觉间 当自己是一个神 当自己是一个创造者 当自己是一个救世者 当自己是一个护慰者 希望我们 重复 尤其是今天 听到这篇的话 只得到今天 记得今天 所听到的 上主 光荣 不要归于我们 而归于你的圣明 希望我们 现在在这个离散里面 懇求着 我们的主耶稣 一会儿 尤其是 去到领圣体 尤其是 一会儿 祝圣的时候 举阳圣体的时候 我们一起 去祝念 上主 光荣 永远 不要归于我们 一定要归于 你的圣明 天联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